名叫喜事便乱局 成坤竟死而复生 谢迅劫走新娘 结局令人震惊 杨鼎天与师妹盛大的婚礼即将到来之际 整个江湖都沉浸在这场盛世的喜悦中 然而 就在人们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的同时 也有些许唏嘘 也为成坤的悲剧命运令人感到惋惜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成坤其实未曾身亡 他同样得惜了师妹即将与杨鼎天结合的消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成坤悄然来到光明顶 探寻真相 他看到成雪儿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婚礼做准备 甚至亲手为杨鼎天绣制了一条龙 预着希望杨鼎天能振兴民族 一统江湖 看着成雪儿满怀期待的面容 以及他与杨鼎天之间无言的默契和深情 成坤心中无畏杂陈 既有不甘也有愤怒 他没有贸然现身 反而离开了喧嚣 孤独地来到一片荒凉的空地 在那里 成坤释放出所有的怒火和不满 直至体力透支 最终 疲惫地他在荒地上倒下 一觉睡到天明 唐素卿自得知谢逊上存之后 便未曾离他身旁一步 尽管谢逊仍呼吸上存 却迟迟未能苏醒 唐素卿心急如焚 终于决定前往光明顶寻找解药 然而 他刚抵达光明顶 便被戴起司拦在门外 后者追问他这几日的行踪 众人对他的寻找焦急万分 唐素卿含糊其词 匆匆进屋换衣服 趁戴起司离开后 他悄悄潜入名叫禁地 即胡青牛治疗谢逊的所在 他无法辨认哪一种是解药 便急忙拿起一瓶回魂丸就要离开 不料恰巧遇上戴起司 胡青牛以及微笑三人 微笑见他私闯禁地 并企图盗取东西 立刻下令将他拒禁 戴起司对唐素卿颇有了解 推测他必有所难 随前往监狱探望 希望能伸出援手 再意识到谢逊的病是紧急 而自己无法即刻脱身的情况下 唐素卿指的坦白现实 并请求戴起司前去照顾谢逊 得知谢逊上在人世 戴起司急忙前往洞穴 及时为他喂下解药 并见他四肢冰冷 赶紧生活趋暖 不久后 谢逊总算恢复了意识 尽管如此 他的经脉仍混乱不堪 病态依旧严重 戴起司看见他如此虚弱 决定前往市集采购食物 意外的是 在市集上他竟然瞥见成坤 虽然他装扮破旧 使他未能即刻认出 引起戴起司注意的 是成坤偷偷用绳索 吊起酒壶解渴的举动 购买完食物后 戴起司见识到了他超凡的武艺 便暗中尾随 发现这名男子 原来饱受情感之虎 戴起司不忍见他沉沦堕落 于是挥剑在地上刻下挥剑断情思 重振武林志几个大字后 默默离开 在返回洞窟后 戴起司对谢迅无微不至的照料 持续了许久 直至成雪儿与杨顶天的婚礼前夕 他才不得已离开 得知成雪儿将成为杨教主的妻子 谢迅的心情异常复杂 他在哀伤与接受之间挣扎 最终理解成雪儿 无需为已逝的师父守寡终身 戴起司看到他能这样想 内心略感安慰 然而正当戴起司准备离开洞穴之际 谢迅的病情突然加重 他赶紧上前安抚他 突然间 谢迅像失去理智一般冲出洞穴 直奔成坤所在之地 他一言不发 竟直摧毁了成坤正在雕刻的墓碑 成坤一怒之下 与他展开激烈的对决 由于师徒间的力量悬殊 谢迅很快便被打倒在地 戴起司见状急忙出面干涉 他的一声呼喊 让成坤恍然大悟 意识到眼前这个受伤的人 正是他的徒弟 原本戴起司以为成坤能伸出援手 没想到他却冷眼旁观 甚至不耐烦地让他们离开 失望之下 戴起司只得带着重病的谢迅返回洞穴 病情恶化的谢迅 因缺乏及时治疗 终于在戴起司的臂弯中断了计 戴起司目睹了谢迅的苦难 决定在洞中火化他的遗体 然而 就在此时 成坤突然现身 揭示了谢迅 仅是因真气失调 暂时失去意识 他提出使用混元气功大法 帮助谢迅恢复 在成坤的治疗下 谢迅体内的毒素 和胃中的食物被逐一排除 他的健康也逐渐恢复 看到这一切 戴起司终于放心 决定返回光明顶 继续自己的任务 留下师徒二人 在洞中重逢 共许师生情义 谢迅看出 在师父心中 成姑娘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天 谢迅便趁着成雪儿 打理衣容之时 直接询问 他对师父的感情 成雪儿眼看就要嫁入杨家 何况成坤已是亡魂 他的心意 又能怎样改变现实 不如日后安心 做个贤妻良母 了解了成雪儿的心态 谢迅便透露了 成坤仍在人世的消息 成雪儿还未从震惊中 回过神来 成父母就催促他快些准备 谢迅无奈 值得暂时离开 成雪儿心中 虽有万般画像对父母说 可惜机会未曾给他 他被父母一路推送至花轿前 就在轿子起行之际 谢迅突然出现 拦下了婚对 声称有要事向成姑娘汇报 有一教夫均是名教教众 对谢迅自是相当尊敬 纷纷侧身让行 谢迅掏出两人昔日的信物 一块玉佩 递给成雪儿 成雪儿一见玉佩 心中更是坚信成坤尚在 于是请求谢迅带他一同离开 重寻他与师父的未了情缘 绕开了教夫的两位 他们走进了偏僻的野外 却突然被维一笑截住了去路 维一笑露出惊异的表情 原来他以为谢迅已经死了 于是两人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维一笑感到不解 也为他发现 谢迅的武功不仅未减反增 进步神速到了 令他都难以匹敌的地步 维一笑没有多坐停留 决定返回去向教主汇报情况 杨教主听说谢迅不仅生还 而且武功大增 并且还带走了雪儿 感到十分困惑 从搬运昏教的人口中得知 谢迅和雪儿离开间 似乎提到了成坤的名字 杨鼎天顿时猜测 成坤可能尚未死去 这也许是谢迅绑架成雪儿的原因 因此 他打算寻找成坤 并把成雪儿交还给他 然而 唯一笑在半路上阻止了他 反对这个计划 他指出 两人的婚事已经广为人知 如果此时将成雪儿交给成坤 明教内部可能会因此而分裂 而且波斯明教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攻打 杨鼎天考虑到大局 决定放弃原计划 仍然娶成雪儿为妻 与此同时 成雪儿在谢迅的引领下 终于与成坤重逢 两人久别重逢 感情激动 相拥而泣 却未曾预料到即将面临的巨大困难 杨鼎天与成坤的友情 也为师妹成雪儿的竞争而彻底破裂 在成雪儿与杨鼎天的婚礼当天 谢迅突然出现 成功将新娘劫走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成坤决定与成雪儿远离江湖纷争 只愿携手共睹余生 谢迅遇见到杨教主不会轻易放手 于是取出家传的玉佩 嘱咐自己的师父 前往他父母的家中抵纳 经过一番艰辛的旅程 成坤与成雪儿终于抵达谢迅的家乡 当他展示那块玉佩时 谢迅的父母欣然接纳了他们 让这对情侣得以在那里 享受一段如神仙般的安宁生活 安顿好师父后 谢迅独自返回光明顶 却发现明教的教众对成坤怀有深深的恨意 当他们看到谢迅这个引发纷争的人物显身 愤怒至极 虽然谢迅一直形式正直 他认为成雪儿竟然是他师父的一中人 师父尚在人世 两人自然应当附和 然而 明教的教众却认为他的行为违背了教规 纷纷指责他胡言乱语 违反了教义 杨鼎天作为教主 不论谢迅是否有错 违反教规的事实摆在眼前 他命令吴散人将谢迅关入大牢 等待进一步的处置 同时指派轻易扶王位一笑审问谢迅 是要查明成雪儿的下落 本应是杨鼎天与成雪儿洗劫连里之夜 然而意外频生 令人哀创 杨鼎天满心期待谢迅能告知成雪儿的下落 四处奔走询问 却始终杳无音信 而被囚于狱中的谢迅 坚决闭口不言 轻易扶王无奈之下 只得动用刑具 将其打至遍体鳞伤 尽管如此 谢迅依然坚持沉默 对折磨视若无睹 轻易扶王愤然加重刑法 却仍低估了谢迅对师父的忠诚申请 谢迅此行以决心以死相拼 只求师父能安享晚年 面对谢迅的坚持 轻易扶王一怒之下 欲在其面上烙印 幸得紫山龙王及时出面制止 紫山龙王断言 谢迅是铁石心肠 但对温言阮语却有所动摇 他自信能在三日之内 从谢迅口中得知成坤的行踪 轻易扶王考虑再三 决定赋予他这个机会 但若三日过后仍无所获 谢迅的性命将不保 与此同时 谢迅夺走明教教主新娘的消息 已在外界传为佳话 众人对此议论纷纷 皆不耻其行为 杨潇在外得知 有人诋毁谢迅 义愤填膺 当场与人私打 不料方湘君也在此处 急忙上前阻止 得知谢迅尚未相消欲允 方湘君内心不免生出另一番打算 杨潇和同伴在外寻找谢迅未果 意识到已是时候返回 此刻 轻易扶王深感事态的紧迫 江湖人士揭持谢迅为成坤之徒 现在他竟然劫走了教主的配偶 这不仅昭示了教主与成坤间的裂痕 也足以引发武林中的大风大浪 假之明教内部士气正处于低谷 若不能尽快平息此事 必将引发更多的动荡 汝阳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机会 决定利用此机彻底削弱明教的力量 国师提出的计策是公开支持成坤 通过此举挑拨离间 明教旨在反员附送 杨鼎天定会追杀成坤 即便杨鼎天不中计 他们也有备用方案 派遣军队迫使波斯明教进攻光明顶 波斯明教为维护自身安全 必将与中原明教爆发冲突 此计谋一件双雕 汝阳王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执行令 没过多久 波斯明教的使者乌德拉来到光明顶 催促杨教主立即将成坤拿下 杨鼎天却坦言 目前并无此计划 乌德拉态度强硬 斥责成坤背叛并投靠了援军 警告如果不立命捉拿 届时不仅江湖各派会议论纷纷 连波斯明教也将不会坐视不管 乌德拉的压力 使得杨鼎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与此同时 杨潇和他的同伴回到光明顶 却经文自己的三弟被囚禁 二人急忙前去探望 只见三弟浑身是伤 杨潇悲愤交加 立刻去找轻易浮王理论 然而 面对轻易浮王的威严气场 杨潇的怒火不得不压下 转而恳求轻易浮王允许自己出马 相信以自己的面子 谢迅定能透露成坤的行踪 轻易浮王对杨潇的诚意和勇气印象深刻 决定赋予他这个机会 正当杨潇步入牢房寻找三弟之际 突然耳边传来唐素卿的惊呼 原来是谢迅珍贵的玉佩不翼而非 谢迅含糊其词 声称是借给了一位朋友 然而 只要与谢迅交往久了 便能明白那玉佩对他而言 绝非寻常之物 由此可见 那位朋友必定非同小可 杨潇文言 急忙前去寻找轻易浮王 想要一探究竟 此时 轻易浮王正与乌德拉在大唐 紧锣密鼓的讨论如何捕捉成坤 会议气氛紧张 乌德拉对杨顶天的犹豫不决 颇感不满 断言明教向来重视波斯的决断 既然本地明教难以做出明确决策 那便应由波斯明教来主持大局 这番话激起了场内众人的愤怒 气氛一时间变得更加尖锐 两派人马最终以冷淡的气氛结束了对话 当轻易浮王恭敬地送走乌德拉时 他低声恳求对方 不要继续难清光明顶 可这并未能够改变什么 乌德拉的傲气更甚 他豪言壮语 声称每延迟一天捕获成坤 光明顶的灭亡就提前一天 乌德拉离开后 杨潇急忙从暗处跑来 将他在牢中偶得的消息 告诉轻易浮王 那快预配的真正价值在于 能让成坤暂时在谢逊的父母家避难 轻易浮王立刻将这一情报 转告给教主杨鼎天 本来杨鼎天并不打算追捕成坤 但情报人员报告称 乌德拉一返回 波斯明调的大军已抵达南越山脚下 光明顶的危机迫在眉睫 同时 汝阳王也在密切关注波斯明教的动态 并已派出十万大军前来驻战 意图一举攻占光明顶 面对如此形势 杨鼎天无奈之下下令教众必须立刻行动 追捕成坤 在田间劳作的成坤突赶不脱 急忙拉着师妹急速离开 可是 他们逃亡的路上却被五散人紧追不舍 作为武林中的高手 成坤虽然处境不利 但仍旧设法保护师妹脱险 然而 阴险的杨鼎天已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当双方相遇时 师妹立刻向杨鼎天恳求放过他们 杨鼎天心中虽然犹豫 却因形势所迫 坚持要将成坤带回 情势危急之下 成坤挑战杨鼎天 提出决战致死的条件 若他胜出 则与师妹一同远走高飞 若败 则杨鼎天只需动用半招 便可将成雪儿带回光明顶 于是 两位武林高手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是要在这一战中绝出生死 究竟这场对决的结果如何 谁能笑到最后 感谢观看